好的 主播各位觀眾 帶您來關西 五一勞動節連假 第二天人潮的狀況 在今天上午八點半左右的時候 新北市長侯友宜 是特別來到瑞芳區 這裡的豹石山 以及茶壺山的登山入口來關西 因為在昨天的時候 在這個登山步道 人潮是有比較多的情形 因此侯友宜是特別來視察 我們來聽一下稍早的訪問 今天特別到我們瑞芳各個景點來看 尤其豹石山跟潮山的出入口 那目前看到我們的人流車流 都能夠在掌控當中 那一切我們的民眾非常的遵守秩序 尤其很多民眾 事先都會看我們的人潮儀表板 那如果覺得這個地方人多了 就不會再上來 如果來的時候 不過其實在今天早上八點左右的時候 在茶壺山的登山步道 就已經可以看到陸陸續續 有不少登山客要來登山 因此 侯友宜特別提醒民眾 如果今天要出門的話 一定要看一下 新北市的人潮儀表板 而在新北市 總共有八十個地方 都有設置這樣子的儀表板 可以讓民眾知道 目前的人潮狀況 同時侯友宜也表示 今天會再觀察一天 明天就會開會討論 來看是不是要來開放 這個封閉式的場館要讓民眾來使用 以上是來自現場最新情形 再把時間盡頭交還棚內主播 就行 doll省恨好 走 我能 Ryan